就在刚刚 天阳皇国灵光流转 半空中 一座灰红巨山凌空而立 偶有龙鹰凤鸣之声相合 大道之隐为武 山前一座巨碑 横顿于前 上书三个大字 须弥山 传说须弥山是仙界一角 此地和外界的确大有不同 豆雀公子 您来了 孙修你们来得倒是很快 豆雀公子 你们此行须弥山有什么目标吗 我需要黄泉碧落水 孙公子可知道在哪里能寻到 黄泉碧落水 那东西只有在黄泉之海才有 不过那地方太危险了 不过我听说 那东西是剧毒之物啊 您要它干什么 我用来修炼 罗隆兄弟和萧萧妹妹呢 想寻到什么天才的宝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排着缺哥来的 如果说真的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我希望能有强化身体的灵妖或者机缘 这个简单 弯腰平原上 有一处神血池 在那里洗炼过后 可以大幅度提升身体强度 正好我也准备去一趟血池 罗隆兄便和我一起行动就是了 切干 那我就和他去一趟血池那边 我也不知道想寻取什么机缘 我就是来玩的 来去米山玩 这也太奢侈了 萧萧 你若想变强 有两条路 其一是和人动手 增加实战经验 其二是强化气海意向 至少要达到收发自如的地步 和人动手 太吓人了 我不干 我还是增强一下气海意向吧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吓人 你动起手来比头缺公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想增强气海意向的话 倒是也有办法 这里有一种灵药 名为幻灵草 服用之后 便可以大幅度增加气海意向 夺过 这种灵草太稀有了 踏实可遇不可求啊 那我就要这个幻灵草 那要不然这样 几位都先跟我一起去血池 先催炼一下肉体 等到须米山封影完全解开之后 再一起上山寻找幻灵草如何 算了 罗隆和萧萧你俩和孙公子一起去血池吧 我要去一趟黄泉之海 等回来之后我再找你们会合 好吧 豆缺哥哥你要小心啊 孙兄 他们两个就暂时交给你照顾了 公子请放心 为了这次须米山之行 我爹给我雇了四个渡捷径 强着保护我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孙兄 你爹给我们的灵食只说保护你一人 可没说要保护其他人 我家灵食 那也行 不过这小子要去黄泉之海送死 我可保护不了他 不错 黄泉之海 即便是老夫这等修为 贸然进入的话 也是死路一条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你们这几日就暂时跟在孙公子身边吧 我事情办完之后就立刻回来 卧槽 好快的身法 不对啊 按照距离算 我应该已经穿过弯腰平原了才对 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还离须米山不远呢 难道说我又迷路了 好啊放弃吧 你是跑步掉的 是啊 赶紧过来 让我们兄弟玩玩 我们是不会伤你性命的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这姑娘看起来有点眼熟 怎么动不动就要自问 杜鹊公子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你是听到了我的呼唤 特意来救我的吗 叫水玲珑是吧 我 我姓雪 想起来了 是雪玲珑 她这个时候还故意说错我的名字 来逗我笑 让我放松下来 她真是太温柔了 竟然冒出个小白脸来 这是谁 你男人 你胡说 还不是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给你个机会 离开这个女人 赶紧滚 否则的话 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看到了吗 我们两个都是归虚境修为 这种实力 是你这辈子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说完了 我还要你给我跪下来 刻一百个响头 我们就放你离开 至于那个小娘皮 怎么可能 你 你什么时候 嘴里永远也不赶紧交 去死吧 豆鹊公子 她果然是因为看到我被羞辱 才愤怒成这个样子吗 我真的好幸福啊 你怎么样了 受伤严重吗 糟了 差点忘了正事 豆鹊公子 我求求你 救救我师姐和师叔好吗 也就是说 你们为了去采一柱灵药 进入了一个妖王的地盘 准确地说 是万妖平原九威大妖之一 那是一个已经到达了 杜洁进八重的强大妖王 实力深不可测 就算是天阳皇国的强者 也不敢轻易踏足他的领地 这就是那六尾妖狐的药器 六尾妖狐 你说那妖王 是只狐妖 没错 而且是一只强大的狐妖 实力极为恐怖 狐妖 这狐妖不仅修为强大 能力更是极为恐怖 这家伙 似乎拥有一种极强的魅惑能力 魅惑 而且这狐妖 毕竟是妖兽 行事作风 也异常的狂野凶残 狂野 你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你们这些外来的人族 还真是胆大滔天 这个时候了 竟然赶来我们的地盘 就凭你们两个 一个归虚境八重 一个与空境二重的垃圾 也赶来这里 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大姐 打得差不多了 再打下去 血流干了 就不好吃了 是啊大姐 可以拉下来 给我们吃了吧 急什么 就两个人而已 还不够大家塞牙缝的呢 那大姐 你说怎么办 我们刚刚 不是故意放走了一个女人吗 那家伙 想必会为了救这两个家伙 搬来很多救兵的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那么大家就都有肉吃了 大姐英明啊 这就来了吗 很好 各位 准备迎接客人吧 公子 敌人就在前面了 我们要怎么办 悄悄潜伏过去吗 不用 直接走过去就好 狐妖啊 来了这个世界 还这么见过狐妖啊 到底有多魅惑和狂野呢 对啊 对啊